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点视频《红中玉风水命理》 迎户一幕见到 红中玉师傅 你好 师傅,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集 关于英国的命运 这三集都是用一些英国具代表性的人物 去预测一下到底未来英国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節目繼續講下去的時候 大家記得可以看這個影片資訊欄 就會找到一個連結的 就是洪中玉師傅的電話號碼改運課程 已經登錄在我們焦點視頻的網站 今集我們繼續講講英國的命運 今集的主角就是威廉王子 因為上一集的尾 師傅曾經講過 2024年有可能 查理斯又再轉位給威廉王子 我們先講解一下 威廉王子的命盤有什麼特色呢? 根據網上資料顯示 威廉王子是生於1982年的6月21日 晚上9點03分出生 我們試試用紫微斗數分析一下他的性格 他的命功來講 有一個叫天上星入命 天上星是一個好星 代表他心地善良 待人和我可親 比較誠實 而心助人 守規矩 做事來說很謹慎 外面子有測忍之心 任勞任怨 行事是端正 但是缺點方面 比較古板 不夠靈活變通 意志也不夠堅定 容易受人影響 但整體來說 都是一位賢君 師傅 在威廉王子的命盤 其實是否看到他的父母是離異的 會 看到的 因為他走到22至21歲的運 他是同天良入命公的運 他是冒生運 冒生運 令到天璣化己 衝著個兄弟公 兄弟公就是媽媽 這個兄弟公就是 而丙桿 就廉晶化己 就衝著大運的田澤公 即是媽媽離開了家 衝著不回家 即是說 廉晶化己在這個運 裡面衝著田澤公 在1996年 丙子年 丙桿又令到廉晶再次化己 衝著大運的田澤公 也是流年的兄弟公 所以在1996年 他父母就會有離異的現象 在盤上也很清晰看到 嗯 師傅 你之前說過 威廉王子 有機會他是一個賢君 是 賢君 理論上要配賢妻 是 他太太 未來如果登基 就是王妃 這個王妃是否一個賢妻 他夫妻公來說 是廉晶貪囊 入夫妻公 廉晶貪代表 樣貌是漂亮的 注重打扮 不拘小折 感情是豐富的 喜悚 變化 也是體貼 丈夫的 人緣好的 也有才藝 但是 有些反傳統個性的 是一位現代女性 也能助夫 也一位賢妻良母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好的太太 除了太太 威廉王子 和他的弟弟 哈里 那個兄弟情 大家都一直都在談論 甚至乎 英國很多媒體 都當作連載劇 去報導 想請教一下 現在 其實威廉和 艾哈里 那個兄弟情 是不是有問題 同時 又何時開始 最後 會不會有一個 解決的時機 會到達呢 用 威廉王子的命盤去計 他由 32至41歲 這個兄弟公 就是武曲化技 這個兄弟 在十年裏面 意見是有很大的分歧 特別在2017年打後開始 就更加比較明顯的 但是 到了他的虛靈 42歲 即是明年的2023年之後 就應該會和好如初 會好回來的 照看就應該問題不大 這裡 最後 也想再請教 之前你也提及過 2024年 有機會會登基 但是 那個登基的狀況 其實在這個命盤裏面 是否看到 以他的命盤來看 在2024年 是最有機會登基 因為他的盤 夾桿 令到 廉晶化綠 就照著大命 所以他的父親 英王的查理斯 就會讓位給他 另外查理斯的健康 在2028年 就要一個關的 看看能不能過 我在這裡先祝他 長命 120歲 另外他的事業運 在虛靈的42 12至51歲之間 他的文昌化技 入了大運的官陸工 而又見到武曲化技 相信他登基之後 英國也有很多頭痛的問題 會出現 例如 國民的反政府示威 或者外爾蘭的獨立問題 都是嚴重了 所以在未來十年 在他事方面 都有很多問題 要去解決 總結來說 我覺得 威廉王只是一個好的軍王 因為他對人民來說是不錯的 我在這裡祝他早日登基 祝英國人為英國人謀取幸福 OK 一連三集 我們就已經請雄忠玉師傅 講解 分析 或者預測 未來 英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詳細 參考一下 最重要是 未與囚謀 如果大家在命理 或者風水上有不明白的話 可以請教雄忠玉師傅 下一集 我們繼續跟師傅講解 其餘一些圓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 拜拜